河南温县青丰岭上 看似普通的玉北平原乡村 被称为太极第一村 漫步村里随处可见太极文化的影子 村里不管是老人小孩 多少都会比划几招 享誉全国的太极大师 是村民一起晨练的邻居 获得高人点拨 开悟拳法的武侠剧桥段 对这里的村民来说 不过是稀松平常 四百多年前 陈氏先祖陈王廷 创立了陈氏太极拳 之后陈氏先祖打破 不传外姓的规矩 广开传拳授业之门 带领村民一同练习 陈氏太极拳 钢肉估计快满相接 这里分的是一炉耳朵 一炉虽说肉多的偏肉 耳朵是偏钢 连耳朵血它就保护了多一点 经过一代代权师努力 流传在陈家沟 一余之地 一性之内的陈氏太极拳 逐渐传遍全国 陈晓星是陈氏太极 第十九世传人 他坚持留在陈家沟 把自己定位为 陈氏太极的守门人 在他看来 走出去传播太极拳文化 很有必要 但也需要有人守好家 守住陈氏太极的根 周边的年轻人 外边的人 也有人来 所以我感觉 我离开 走出去 这里好像是 我过不少来 我不愿意 本身就不愿意出去 现在年过七旬的陈晓星 管理着陈家沟一所武术学校 每天他都要骑着自行车 到学校指导 慕名而来的学员 随着太极拳的不断发展 陈家沟也呈现出新样貌 近年来 陈家沟先后入选 国家首批特色小镇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最美文化传承村等 数十项荣誉 2007年 温县被中国武术协会认定为 中国太极拳发源地 太极文化已融入村子的方方面面 全师陈晖世代练习 陈氏太极 靠拳吃拳 不同的是 先被用陈氏太极压标 而陈晖则开启了拳管 2015年 他把自己家的独栋房子改成拳管 楼下练拳 楼上住宿 从太极拳基本功 到陈氏太极的进阶招式 陈晖手把手的指导 像刚才这个例呢 是不是直接到腰上了 咱们整个温县呢 对陈家沟这个太极文化的发展 还是特别特别重视 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是 我们陈氏家族的 也不是陈家沟的了 而是整个全人类的 我的身上呢 不光是教权这个职业行业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传承 目前村子里保留下来的 太极拳名师传艺故居 就有20余处 大型太极拳学校4家 家庭拳管60多家 太极拳相关产业 包括服饰 器械 特色文创商店等达70余家 每年接纳全球前来拜师学艺的 太极拳爱好者超过5000人 到这边以后呢 对于松跨呀 转跨这些太极拳 就是专业性的一些东西 感觉学习得比较快 心特别近 就能一下就能进了状态 就觉得就是 而且真是思路挺多的 都是高手 张艺谋担任艺术顾问的 印象太极演出 则用数字科技赋能太极拳 赋予了传统太极新的生命力 去年12月 陈家沟首届海峡两岸 太极拳文化交流活动成功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40个太极协会 和民间团体 近千名太极爱好者 在云端交流太极功夫 今年陈家沟再发英雄帖 邀请两岸太极宗师 到村子相聚 寻根太极 两岸一家亲 共去太极园 陈家沟这一中原文化滋养的 国府村落 怀揣着太极拳的名片 扣开武术交流的大门 高手在民间习武向和平 太极拳这一黄河文化 润泽的动态符号 凝聚着两岸中国人的智慧 舒展着中华文化的激励 我今生待机 爱今生延遗 我与城风际 扶摇旧万里 前后被踪迹 闪穿走北极 我斩行危机 在云天和地围